我今天希望這個按鈕不要 我就按下它 自動就幫我把 按這個Change這邊就執行 所以怎麼說 一先切到V2Basic 這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工作表的物件在哪裡 記得在這裡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在哪裡呢 有沒有模組的上面 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OK叫VBA 我有改了 如果你沒改的話可能續責2 點開來然後找到什麼呢 這個的工作表 它當它Change的話 那判斷一下是不是 那個H2 怎麼判斷呢 這邊寫一個如果 從哪邊可以知道 Target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Target Target點怎麼呢 打錯了 所以它沒有 Target點 如果你點下去它沒有出現 一些那個屬性跟方法 它表示打錯了 那裡面的話特別是有個屬性 叫Address 這個Address 這個Address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這個工作表 工作表物件裡面它變動的是哪一個Address 哪一個位置 OK 所以 位置的話呢 不過它的位置是絕對的 所以你打那個H2的話 記得前後要加錢的符號 不然沒有加這個錢的話 會比不出來 OK Then 然後 Enter Enter兩下 打個 End if OK 實際上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變動的是不是H2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是H2的話 就不要管了 因為 我們主要這個 要 變更 班級的話 只有當那個儲存格 有Change 其他不管 OK 那如果有 是H2變動的話 那我就 就直接出教 所以打一個Call 有沒有 Call這個班級 所以其實你可以 複製這個 然後再到這邊 打一個Call 碰一格 班級就可以 寫完了 OK 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其實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這個按鈕 所以這個按鈕 就可以把它剪掉 OK 把它Delete掉也可以 然後呢 點它一下 當它 那個Address 就是這個Worksheet 工作表 物件 它 被Change 所以一般 二班變一班 是Change的 改變了 然後它會觸發那個事件 那那個事件呢 會檢查 是不是H2 是的話呢 它就會去Call 有沒有 所以Call看看有沒有完成 有了 有沒有 但如果你今天這邊 有Change的話 它不會影響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H2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這個也蠻好用的 以後不是只有在這邊可以用 以後 任何地方都可以 如果你是希望說 當它在哪個初春歌 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它要去衍生 去執行哪一個程式的話 它就可以用一樣的方式來寫 甚至是一整欄 比如說我今天當它輸入一個編號 Enter它自動帶出其他欄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寫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自動 有沒有 常見的就是 我按個Enter 其實類似輸入到這邊 然後按個Enter 它自動帶出我要的東西 一樣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寫 或者甚至下拉清單 比如說我今天底下是報表 1月份的報表 1月份馬上就出來了 1到12月有沒有 看你要哪一個月份的報表 我就自動幫你帶出來 可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也是OK的 所以這個其實變化還蠻多的 不要看這個 其實很多地方我都 我跟各位提到的這些範例 都是我覺得平常工作上會是常常用到的 所以我會在這方面多講一些 如果可能比較用不到 我就盡量跳過 不是不重要 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也許如果有些範例我沒提到的話 雲端上都有解答 你們自己再去看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搜尋一下影片 那個範例的關鍵字 你就把它貼到YouTube上面找一下 我之前有上過的 可也許你可以自己再延伸自己學習 太多東西了 因為這課程只有30個小時 要講的東西實在是很有限 還有可以變出太多花樣了 比如說後面還可以做什麼 像同學就會問說 老師可是我平常的工作應該是這樣 一班二班三班 我不是在這邊列 我是希望把這個表格有沒有 裡面一班就剛好幫我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就把一班的東西摳到一班 二班的摳到二班 三班摳到三班 應該可以知道的意思吧 這個就是所謂的資料的分割 有沒有 一班就自動幫我把一班這邊 下面新增一個工作表 幫我把一班摳過來 然後分別有三個班 就一二三自動幫我把一二三班自動分割成三個工作表 這要怎麼做 OK 那如果可以的話也很方便 每天如果你要做各式各樣的報表 你就先分割好資料 再來做報表 不是OK了嗎 可是問題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還是要手動 慢慢來慢慢來 這個你的效率自然不夠快 而且如果你會自動化 後面還可以自動去把它跟樞紐分析表結合 那不是自動就把報表全部都列出來 在後面的工作表自動就秀出 你要哪一個月的報表 我全部都可以馬上讓你看到 OK 這些都絕對辦得到 只是說你要能夠把這些好好的熟練 那剛剛我做的動作 基本上在這個上面都有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個複製的方法一 還有方法二可以參考 另外剛剛的這一段在這裡 OK 記得是在物件 這個可能會比較 記得是打開Visual Basic裡面的這個 我是放序則二的 不過如果你不是序則二 你可能找一下 要點一下這個序則的Change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